郭政兰亮哥也在讲 他说这个女生显然就是没有要钱 死心塌地等你 我是觉得他是觉得 李孟严一路升官 就是跟这个女的疏远 因为他知道会出事 可是那个女生一直跟着他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继续歪网 但那个女生就是不甘心 那亮哥说这件事情很诡异 怎么会突然有人丢到PTT上呢 这感觉就是有政治斗争的味道 很多人想要交通部长的位置 这都是小金库型的位置 基于小金库 基于位置派系 还有包括了现在有人说 是不是赖清德要把手伸进了 国营事业 那这些是不是也都是 你怎么可能台南帮 或是赖系人马全拿 所以也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 也呼应刚刚猴子哥讲的 不过今天也认同 接下来恐怕还是有料 会爆个不停火烧连环传 对当然这个 这一次这个故事里面 比较离奇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小三女子的这个身份 那当然今天其实有更多的 奇奇怪怪的传言 但我就因为没有 还没有证实我就不多说 但是呢这位小三 因为他昨天被公布的这个名字 刚好就很巧 有人去找到这个 所谓过去的判决书 那个都是在超过十年以前 判决书 对对对对 那个法院的判决书 那是什么样的案子呢 就是防害风化 那他因为他现在这个说 现在这位本尊真实的人 这位这个本尊 所以被说是在这个某个什么 泰式养生馆做这个按摩 这个工作吧 那过去曾经十几年前 有一位同名同姓 我们不敢说是同一人 但是同名同姓 那他这个牵扯到的案件 叫做防害风化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样是养生馆 然后呢一样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构 可是呢他是 就是说他们是被 比如说假设有一个 被起诉的通常就是那个叫负责人 那有几位小姐 然后呢负责去做所谓的半套 就是属于所谓色情按摩 色情按摩 然后里面那个判决书里面还有讲说 他这位 这个同名同姓的 这位张姓女子 他就讲说 这个一次是两千元 那他可以拆到九百 然后什么 这个这个谁 那个 那个负责人可以抽九百 然后他可以拿一千一 类似这样 就里面还有讲到这么细的 拆账的 那到底是不是 这个所谓的这个 因为现在就很多说法 就是说他是这个八大系统出来的嘛 那到底是不是他我不知道 但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判决 有同名同姓 有这样的这个经历 那所以这个 这一位这个 小三的那个 那个故事性就更强了 那李孟燕到底是什么 怎么样的一个场合 跟他认识 然后会陷入爱河 然后呢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官员 那个刚刚有一张照片嘛 还公开弄了一个 Love you 有没有 爱心 对那个 很难想象耶 如果今天 即便你是台南市政府的水利局长 在公开场合拍这样的照片 其实我都觉得 那个勇气要很大 而且是公然出双入队 对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除非今天你原配不介意 否则通常 正常的这个男性 如果要外遇 通常都遮遮掩掩的 对 不太可能哇这么高调 这么高调 他中间还弄了一个Love you 你注意哦 那张照片不是 不是他们两个人自拍哦 注意哦 那张是还有第三人在现场哦 对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他们这个恋情 有人知道的 有人知道 那所以 现在他曾经当过行政院秘书长啊 他我一直在强调 他做到行政院秘书长 还记得吗 以前有一位这个说 行政院只有三个人上班 其中一个就是院长 副院长跟秘书长 所以秘书长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秘书长是很 李孟燕子是很低调 可是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最近这半年爆发 前面讲的这个 跟张刚为先生的这个过重圣密啊 这个华福啊这些这些事情 到底有没有交代清楚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他前面全部都是有立委之一 他全部都说啊 这个紫须乌有什么磨黑 可是从现在看起来 恐怕是有点有点状况了 那我刚去查了一下 实价登录 在那个PTT爆料的那个 华福的那个那个地址 是近十几年是没有交易记录的 也就有一种可能是 他根本没有过户 他可能是有寄生在别人的 户户下面 就是免费让他们进入 对就是他是被招待的 或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一层关系 所以才能金屋长教 我想这可能还有很多的故事可以挖 那当然 陆沛身份就更 更引发这个 所以嘛他们昨天我上一个节目 谁啊 钟小平 小平哥 他说南天林 北梦艳 就是两个亲中 亲中爱台的代表人物 而且你知道那照片很像啊 都有一个要清嘴那种 要清脸颊那种照片 我们都一直就是这种照片流出来 然后呢这个女子是大陆籍人士 那这个不管怎么样 在民进党就是唯一死刑 不是而且好多年 两个都在一起好多年 所以所以我相信现在民进党内 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派系 他们就会通令 要出轨不要找小三去找那个陆沛 不要找中国大陆的女子 陆沛条款 可能日本的韩国的都比中国大陆的好 现在他们可能注意的是这 因为你 王毕生没事啊 对他真的没事 对啊王毕生找护理师就没事 找台湾人就没事啊 你看找这个中国大陆来的 就全部都出事了 所以现在搞不好 他们现在的危机处理是说 大家注意了 现在有这个陆沛的 赶快先分一分 要分的好分的干净 这个该给的钱不要少 该给的这个照顾不要少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民进党变成是一种 就是因为他是陆沛才要这样处理的话 这个标准也很奇怪 老实说也很奇怪 我还是强调这一点 李孟宴他真正犯的错是对不起他的原配 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个叫斯德 他是对不起他的原配 跟他原生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家庭的成员 可是你说他的公务方面 他为什么要急着辞 然后呢拍拍屁股走人 那除非后面还有鬼 除非就是我刚讲的这些所谓的政商关系的 金流啦或什么的 有没有要查等等的 可是我讲在这种通常闪失就没事了 在民进党里面就是闪失 我把这个事情就丢掉了 反正我们继续谈柯文哲 继续打柯文哲 然后呢 这时候李孟宴的事情就完全不重要了 就过去了他就忘记 过两个月过两个礼拜过两个月 他就说李孟宴是谁啊 我不知道耶 李孟宴这个燕双飞 怎么样的 你看就像李又昌 他这个民进党秘书长昨天 他去参加一场这个他们民进党营队 他说民进党是最清廉的政党 上个月你们的大阿哥才收押 才设的很收押 他居然讲出这样的话耶 你看过一个月立刻把 连政文上都丢到脑后了 他们根本不在意了 就这些没有用的直接丢掉 况且李孟宴的是绿媒绝对不可能会谈吗 你知道像今天联合报 中国时报都头版 那自由时报放在DA9 还不是板头 还是旁边的这个测栏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这个程度就是有差嘛 可是你说这个事情 对赖政府受没有伤 当然有伤啊 这是赖政府第一位下台的官员 居然是为了这种所谓的绯闻下台 而且李孟宴又刚刚我都提到了 他是赖清德的子弟兵 他是赖清德所谓的信赖团队的关键人物 做了五年的行政院秘书长啊 那你说他到底在这个过程里面做了哪些事情 我想我更在乎的不是他的绯闻 是他的这个其他 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政商往来 我想这才是关键 而前端有这些爆料 我相信可能还有一些东西 林一锦新潮流骂 大学的时候曾经参与野百合学运 而且呢曾经还为这个赖清德总统担任 他立委时期的服务处主任 而且之后他六连霸议员 在今年刚连任立委 所以他从政的资历非常久 好那这一次被搜索 而且动作极大 这个北部就是国会办公室 南部就是他台南的服务处 而且他人也被带走了 也在地检署接受征讯 那大家都开始问 因为我要讲的是 给我们喘口气好不好 我们李孟燕昨天才刚谈完 而且我也不知道完了没 可能后面还有 结果现在又来一个林一锦 大家都在问谁弄的 谁下的手 那请教亮哥 有没有可能是阴系反扑 比如说检调里面的阴系事例 还在啊 因赖之争 因为他去搜立委办公室 那早上传出来说是助理费嘛 后来又有说是标案 对因为助理费不可能这样办 助理费他一定要约谈助理 他希望助理转五点证人之类的 那并没有听说啊 那为什么要去查立委个人办公室 他可能第一个要去查 你有没有cash 就跟那个收购案 他不是在立委办公室找到现金吗 那第二个是要收你的个人电脑 他怀疑里面有作帐 所以刚刚郑元凶说 应该是掌握一定的市政 不然你不会贸然去收立委办公室 这开什么玩笑 法院也不会准 不会啦 不会准 因为立委还可以去咨询 司法委员会 因为确实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议员林彦柱 他就有去检举林以锦的两个助理 一个是他弟弟 那就是说你们是不是有在搞市府标案 那那个就是我们讲每一个单位 都要有一些什么碳粉一大堆 那因为他的集中度蛮高的 这我们不知道啦 那我是觉得有一些事情很可能是 我举例啦 比如说周文赛被押了七年 没有搜索没有约谈对不对 那那个清德宗上来之后他可能就放手了 他可能跟检调讲的话 说蔡英文认内压的案我都不认 即便是自己人吗 你就办了 你就办了 因为他不可能知道那么细啦 我说清德宗跟检调 比如说检查总长可能会去讨论啊 说那要怎么办呢 以前有那么多我们还没有查办的案子 被押注的 那清德宗可能给的原则就是就办 因为他不会知道有哪些细节啦 哪知道一个就是他的嫡系 我认为这个案子 检调一定有资料啦 那可是也被按住了啦 应该是这个情况啦 那结果现在就爆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等于就是说在蔡英文认内 那比较重大的被押注的案子 可能现在就在动 那可是你也不要从这里就期待到 什么炉渣啦 光电啦 都要有陆续的进展 这个期望太高啦 没有那你觉得有没有派系反扑的可能 在那种赖清德的人台南帮啊 已经连续几个了 我这个事情如果林彦柱知道 那那个陈亭那边的人怎么会不知道 当时林彦柱在报的时候 难检不动就是不动啊 也不办啊 现在才办 是嘛 所以可能有人再去检举嘛 王世贱今天坚哥出来讲了 他被记者追问 他说没有这件事跟陈亭飞没关系 不一定是陈亭飞啦 那个新潮流的敌人又不是只有陈亭飞 好啦 坚哥是说他不是这种人 绝对跟陈亭飞没关系 谁的事自己出来讲清楚 我知道啦 可是 王世贱也蛮坦白的 这个我觉得就是旧案 然后被重提啦 那这个案子在当时一定有引起注意啦 所以我是觉得是有一定的市政嘛 不然开办 如果这个东西开办就是这样办嘛 所以他现在在约谈那个 他的台南办公室的会计嘛 是啊 现在蓝检在约谈啦 对 那还没有约到林锦本人啦 那检调办案从来都是这样嘛 听说已经包括他耶 都被带回六个人带回立检署 对嘛 那如果这样我就跟你讲嘛 就是他一般都是顺藤摸瓜啦 找可能变成污点证员的key man 先约谈啦 你看那个柯文哲案子你就知道嘛 他约谈的人是谁 李文忠李文忠兄妹 跟端木正会计师 他怎么不去约黄珊珊跟陈志涵 没有 他约这两个人没有用嘛 因为端木正跟李文忠李文忠 是最可能成为污点证人的关键人嘛 他们都是这样办的啦 检方很聪明的啦 那金华城为什么从彭政森开始 这逻辑都是这样的啦 所以他这个案子一定是先把会计约谈啦 把帐篮给你看啊 那就开始吓他啊 说你这个你如果不坦白啊 你可能是几年以上啊 那如果坦白啊可以是缓席啊 就拿来吓你啦 我觉得应该是这类的案子啦 那因为今天这个民党应该鸡飞狗跳嘛 庄瑞雄也被问到 他说林一锦被搜索毫无所惜 什么毫无所惜 我不知道你要问七楼还是八楼 有人说那一斗是真的吗 记者问他哦 庄瑞雄说胡说八道 那至于这个林一锦呢 听说在台南的所有服务处 爸爸家弟弟家全被搜索 这是吴子家董长讲的哦 他说有人去告发 有查出一些东西 那吴董的讲法跟亮哥有点像 说南检为什么开绿灯 就是台南的民党立委皮要绷紧了 他说主要呢 是赖清德交代法务部长 南检检察长要办 台南不干净搞不下 每天会出示民进党磨刀 或或想要修理台南的立委 那个晚会委员怎么看 你也这样觉得吗 还是纯属派系斗争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就像刚刚主任讲了 这个昨天这个李孟业的事情 大家都还没传两下 都还没有这个认真的 把他这个再做一些理清 因为我也不觉得李孟业的事情 就只是爆出这个 外情 照片而已 然后他这个包含他的这个小山 住的地方啊 这一些 跟当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 什么样的往来 其实这个都还没有 大家都还没有理清之前 今天突然来个 这个林怡景的这个案子 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措手不及 一案接一案 但我觉得这跟赖清德 他上来之后 他想要去形塑 他个人的形象的部分 肃瘫很清楚 我也听到个说法 说不能这个肃瘫 只有你黄国昌有这种 就是肃瘫的形象 这个我们赖清德也是 总统就是 而且我马上手上我就可以办 有武器 有武器 那南检的这个时任现在的检察长 中和县 我想他当时跟这个 这个所谓天下第一检北检 那时候在争这个 本来他也是希望可以有机会到北检 当时最热门的两个人选 一个就是 这个那时候的调查局长王俊立 跟现在南检的中和县 我觉得应该从源头讲 如果总统他就有想要把这个肃瘫的形象 好好的做一个表现 那就是六亲不认 就是管你什么党什么色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办得出来 所以南检就动起来了 我就说我们那陈中县案 压了那么久 我拿到料之前都已经过了十年 然后现在呢 过了一年半之后 大家好像都忘记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把它掀开来 然后是不是会朝向跟贪有关去办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因为他抓出来的金额是两万四 那我想有更多的资料 已经是历史那么悠久 不见得办不办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南检就展现这个一个态度 检察长非常清楚明白 那今天到立法院走错地方 我觉得因为是南检的这个伙伴北上 到立法院 对立法院确实也没那么熟 这算是小乌龙这样 但是我觉得他今天整个的一个动作 就是南检的这个检察长 他也在展现他的这个魄力 那就像刚刚前面两位来宾提到 我觉得他们觉得不会是 突然之间想办谁就办谁 一定是已经掌握了这个讯息一段时间 恭喜知道 台南好像说大 也是蛮大的 但是政治圈就是这么多人这样子 所以大家手上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料 包含我当时在报城中宴的时候 其实讲出来台南人都不会太惊讶 你知道吗 有些讯息是在这个民间本来就在流传 揭谈相议啊 对啊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 那检察官难道都不知道吗 只是要办不要办而已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手上已经有掌握 相当的资料才会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可是要办为什么一点风声都没有 你看礼拜一他还在跟林俊宪直播介绍酒 这个当然不能先让你们知道啊 对不对 这个要立功的人 李孟烟 也是啊 还在 还被记者包围 对 跟他的记者团聚 马上说走就走 对啊 这个为了要展现 他不能现在走漏 走漏就太多的这个无法控制了嘛 所以一定是找好资料 然后action这样子 因为立功比较重要 亮哥怎么看呢 就是你刚刚就觉得说 有可能真的就是赖清德 对检调一路开绿灯了 你就是办到底吧 这个台南帮重伤是接二连三 无所谓 战所不惜 刚刚有人问说 我们郑元兄说 林一锦 这些他弟弟的行为 赖清德都不知道吗 因为台南普遍都这样 更惨 你说绿营 这普遍很多人都这样啊 所以你说做公家生意 很多人都这样啊 而且他这个标案 还是金额不大 更大的金额 更多人在还 所以这个9200多件 我们听到眼睛都快 眼睛都快掉下来 可是每一件都是小金额嘛 他这个叫积少成多啦 可是就是都是同一类的生意嘛 什么碳粉啊什么的 所以你现在 他听起来是建树惊人啊 那故意逃避监督嘛 这个蛮明显的 不然你统筹 统包来招标不就好了 那金额就变大了嘛 因为事实上很多 直辖市都这样干啊 那台南市就没有啊 不是吗 那可是台南 人家高雄是庆祭之都啊 台南不止了吧 你要翻译一下 不然很多观众听不懂 那金额就是子弹 对你不要以为 庆祭医院庆祭食品 台南我坦白说啦 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台南人 我20年前还真的认为 台南是个文化古城 那边小吃很好 充满温情 现在我看很多人 都不这样感觉啦 那就是光电之都啊 黑金之都啊 到处都是子弹啊 而且还打到88发 还有人被打死在街上 还最大尾的 到现在都还没破案 所以我坦白说啦 你如果是赖清德 你会怎么想 你2028 如果到2028啦 台南还是这个形象 小案要查大案就放吗 所以他一定要办几件事 给你看嘛 所以我认为 他也不是特别针对林仪锦 林仪锦是百分之百的赖系啦 从头到尾都支持外星的 对呀 我就这样讲 所以我认为最可能的就是 有人来问他就说 蔡英文时代被押注的案子就办吧 所以你也不认为 真的是什么大家在讲的 网友都认为蔡英文出手了 我没有啦 这个没有出手 因为早就有人出手了 这个不是就 这个不是新案啦 这可能是早就有被盯上的 那只是检调在那边犹豫说 这个是公认的赖系子弟兵啊 要杀下去吗 要不要处理 那郑文燦也是嘛 这事实上林仪锦跟郑文燦 是完全不一样 郑文燦是新潮流 赖清德最大的敌人 林仪锦百分之一千 是他的嫡系啦 百分之一千啦 那个赖皮疗发生的时候 是谁出来讲 赖清德多怀念他的母亲 那一段就是林仪锦 对 对不对 都什么泪流满面啊 一大堆对不对 讲得多感性啊 好感动 他在现场 你就知道他跟他关系有多深啊 所以 就是碰到啊 我认为比较像是碰到 因为 因为这个就是现成林彦出 都检举过的 那我只是只要再拿来 再检举就成啊 不是嘛 那干嘛这个时候办 什么时候办都可以啊 不 现在就是都可以啊 气氛到 你讲的对啊 我气氛到了 就是 就是 我坦白说 我觉得南检已经得到一个 绿灯啊 所以你可以办了 你手上如果有什么 确凿的事情 你就去办吧 跟南检和北检在PK竞争 有没有点关系 求表现 当然有啦 当然有嘛 我觉得 赖清德一定有这种感觉啦 这个就好像陈其蔓 如果当过高雄市长 那未来他有机会到行政院 他当然希望高雄不要出大事嘛 这个心理状态是一样的 不然你以后怎么选2028 你如果台南还是这个样子 然后乱七八糟事情又继续爆发 如果再一个人被枪杀在街上 你赖清德2028怎么弄啊 所以他一定要动一下啦 一定要动一下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种的逻辑 所导致的啦 你也不要以为英系那么勇敢 英系现在也是颤抖着 这个敬畏 你如果真的是英系干的 我就叫彭文正回来啊 赖清德又不是联络不上彭文正 所以我才说嘛 蔡英文生日也快到了 8月31 所以英系现在都乖乖的啊 所以所以我说啊 这个我不认为英系敢去挑赖清德啦 因为现在权力太悬殊了 行政系统都不在你手上 赖清德第一个是换到连政系统 第二个就换掉检掉系统 他知道什么东西是你害怕的 所以我认为英系现在没有什么筹码啦 只能够用小扁钻那种 戳一戳 刺一刺 真的是大军对阵 我就直接抓你的头啦 所以我认为不太敢啦 不太敢 而且你自己的论文你怕不怕 怕 蔡英文就是两个要害嘛 大家都知道嘛 一个是祖坟有没有违戒嘛 第二个就是你的论文嘛 不然他也不缺钱啊 他哪怕你掉下来他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门啊 那你的论文就是没有过关嘛 那要搞你这个议题是蛮容易的 叫教育部长多讲几句话 把彭文正也弄回来 那你就很辛苦啦 所以我是觉得不至于 那这样以为赵文输水而成立啊 是啊 最起码 然后陈廷芬现在也不敢动啊 陈廷芬现在对外都说我是赖戏啊 对 对 刚刚坚哥坚戏还说 陈廷芬光明磊落 会做这种事 那个王世坚也是赖戏啊 没有他没有说 陈廷芬没有说他赖戏 他说看眼神就知道我是赖戏 看眼神就知道我是赖戏 可是坚哥说我不是赖戏 我非赖戏 我是坚戏 坚哥是这样讲 坚戏 坚戏 好啦 那晚会委员 如果说真的是赖清德要动起来 他受益的 那会动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就看大家有多想要得到 总统这个喜爱的眼光 其实李孟燕的事情出来的时候 会觉得说 那他这个 战亚民进党内部派系 也不是完全都对 就是说台面上看起来 大家都福音赖戏嘛 但是台面下是不是这样子 是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李孟燕他的那个讯息 从这个PTT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这样猜测也合理 过去当这样子的资料 应该会到我们再也来嘛 对 不然我们几个在做爆料 就这个素材一定其来有之 但是这一次看起来 他也不要透过任何谁 他就直接从PTT出来 所以我想还是有一些 因为李孟燕也会被认为 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子弟兵嘛 虽然赖清德现在可能不太认 陈宗燕跟这个李孟燕的部分 总是还是到现在都是 到他辞职之前都还是交通部长 一路都是拔着的 可是今天这个移警的事情出来之后 我觉得这整个就是 我们前面一段讨论的 除了这个南检北检的 这样子的一个 靖和关系之外 我觉得也是赖清德要素一个威 跟另外一个形象 比如说高宏安办的是助理案 所以我今天早上在看 有些一开始猜测是助理案 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单纯 因为如果像刚刚亮哥讲 我觉得很悲哀 我自己是台南女儿 就是说我们台南 对啊是不是台南 就是说你会觉得 台南会搞成这样呢 就是说这几十年 在民进党的这个执政之下 要嘛就枪响 要嘛就光电 要嘛就这样子黑影重重 你会觉得很悲哀吗 真的是很悲哀 那现在我认为赖清德他也想 因为我看到他就算没看我们电视 他都有看渔情 对不对 大家都说不要只办郑文燦 之前亮哥也有讲 不要只办郑文燦 那台南办一个给我们看看 人家开始办起来 对不对 所以资料是一定有的 如果这些事情原先都在 九千两百三十七件 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 五年啊 对所以呢 这叫客赖 这叫客赖 一直以来我赖清德子弟兵 这些事情 处理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南检 这个一动之后 我觉得全台湾各县市 有关这种 所谓的公职人员相关 这些亲属型的 多大多小的案子 大家就要开始想一想 这是会被办的 所以呢 过去不太小 不太那么小心的 觉得客赖的 我觉得都一样 可能这时候 心里都七上八下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动作 我认为这样子的案子的可能性 是比较高的啦 就是他有所掌握之后 然后他们要有所展现 这样子 当然回来讲 还是难减 这个时候 当然是他表现最好的时候 目前除了助理费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案件 所以呢他才会案情比较复杂 而且呢 我们当然不知道 这个有没有所谓的压案 因为呢 按照目前媒体所登载 去年九月爆料 那么到现在呢 也将近一年的时间 如果只是纯粹的助理费的问题 那应该其实很快就可以来动作了 不过当然也可能是政治性的压案 也可能呢 是因为案情较为复杂 因为据说 这个爆料者呢 他还提供了内障跟外障 那外障 内障就不仅仅是助理费 还有其他一些跟厂商之间的关联 或者呢 是前面所提到的助理的一些标案啊 或者一些家人啊等等的问题 那第一个是 目前看到他是彻夜征讯 到今天早上五点钟 才离开 诶 理论上因为按照目前的 刑事诉讼法规定 要彻夜征讯啊 当事人是必须要同意的 否则的话 因为当事人他被问 他可以说我晚上要休息 这个回答不记 精神不记 他是可以拒绝夜间训问 所以我好奇 为什么林一锦 或者是他的这个律师 没有要求说停止夜间征讯 我这很好奇 那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 就是到越紧要的关头 所以他觉得要一鼓作气 不对啊 因为理论上 你就应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然后来做一些充足的准备 那是要单纯的来装同情跟装讨拍吗 就说你看我这个半夜都被问啊 那个我都很可怜啊 还是说要作为事后的一个 法律上面的工房 来说 当初你们逼迫我夜间征讯 没有征得我的同意 所以我的这些供词呢 都不算数 因为在行政诉讼法上 是有相关规定 我只是对夜间征讯这块 抱有比较大的疑问 那么当然也可能 越加显见着 就是案情比较复杂 问的事情 点会比较多 也可能呢 是因为他同时 还问了其他的助理嘛 所以也可能会把 其他人问到的结果 然后最新问到的结果 再拿回来问 所以来做一个勾计跟比对 所以他的时间 当然拖比较长 那么100万的交保金呢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因为以前呢 我们看高宏安的交保金 是60万 当时也觉得说 你看这个助理费 交保金60万 其实是相当庞大 那更何况林依景是100万 所以未来可以百分百 不见得有罪 但是百分百一定会被起诉 一定会被起诉 因为也包含了其他的一些 目前还没公开出来的 可能是各种的标案啊 公司啊 厂商啊 然后其他的贪污的问题 就不仅仅是助理费这么简单 因为到目前为止 就是他这个助理费是怎么使用 是这个道理是民间制 是他要求像高宏安一样 要回捐吗 还是有公积金吗 还是怎么样啊 还是假人头啊 目前都还没有相关的说明跟报道 那么再来第三 我认为那整体 对民进党当前来说 其实是好事 对赖清德来说 其实是好事 当然他内心可能很不爽 但是其实是好事 你看赖清德他在中常会上 他讲说 哎呀这个目前才2024 2026 还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毒窗跟毒瘤 现在把它弯开来 抛开来流出来之后 到2026就没事了 因为像这一种案件 如果是在2026年选前爆发的话 那对民进党的选举 才有比较大的杀伤力 那说现在爆发完 那对 那2026可能就没那么多事情 对吧 那2026之前可以干什么呢 那赖清德也好 他就更有正当性 我先杀自己人 对吧 这个民进党内 不是说这个郑文灿杀 我自己拍戏 自己也被逗倒了 自己呢 这个也被起诉了 那杀大家 大家不会觉得我赖清德 公正无私吗 非常的英明伟大 我们现在那个 谁敢说检查 长是看颜色的 没有啊 蓝绿都杀 所以呢这就会让 他未来再去办这个柯文哲啦 未来再去办国民党的谁是谁啊 正当性都会再度的加强跟提升 而且呢 先把这些迫事啊 就是提前的切割掉 那你说对于林一锦来讲 或对于民进党 目前的这些什么 什么陈忠燕啊 或什么李孟燕啊 你说那现在出事了 那未来会不会再起诉 这个谁也不知道 那目前为止只能说 我觉得赖清德呢 还是一个很良薄的人啊 对不对 就是他的这些子弟兵出事 因为一定事前 有跟他通风报信嘛 因为要动你的嫡系 也不是动你外围 是动你的嫡系 很显然的 一定会告诉法务部长 法务部长也一定会告诉 这个赖清德啊 你的这个子弟兵 这个犯事啊 什么的 那赖清德呢 目前为止 他应该会知道 案情的详细状况 因为他一定会问嘛 如果是小事的话 就干脆不要动 小事有什么好动的呢 能护短就护短 那应该是一些大事 大事的话 他也护不了 那我说赖清德的这种 不想要去包庇 我讲说 他对于自己人的一种 切割跟无情凉薄的案例啊 其实过去以来就非常多了 这个典型的例子是谁呢 典型的例子就是高嘉瑜 对吧 高嘉瑜多挺他 结果到现在呢 啥位置也没有 然后呢赖清德跟高嘉瑜 还那个放着绿营支持者 去痛批 对去攻击他 这不是声援高嘉 只是说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对于 帮助过他的人 他都没有办法去保护 或者呢他都没有办法去支持 也没有想要去做回报 所以呢现在虽然大家想要去抱着 赖清德的大腿 但你就看到啦 就赖清德的嫡系 或者赖清德的子弟兵 该出事的照样出事 好像也没有得到一些什么支持 或也没有得到一些声援 那长而久之是否愿意跟随赖清德的人 就会越来越少 昨天上午传出这个林一锦 他的这个办公室被搜索 而且他被约谈这个大事之后呢 我要好好描一下昨天的这个民进党的 中常会的气氛好不好 因为记者都觉得很不寻常 觉得说上下是大家已经有被 赖清德下了风口令 必谈临警吗 因为你知道这都会 他要开中行会之前 都会有一大批的媒体 大阵仗的要赌访 赌无人耶赌不到人耶 好不好空空如也 你就会发现 因为一般这个表定是1点半嘛 中常会 所以大概媒体大概会提早 超过半个多小时 你看12点48分 就陆陆续续到党中央一楼守候 按照网例出席会议的中常委 大约一点会陆续到场 从一楼大厅正门口总进来 好里面搭电梯 但是昨天气氛非常反常 你看到你有看到谁吗 没有啊 媒体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啊等了 超过半个小时 没有看到任何常委从正门经过 后还发现大家都是走后门啦 默默上楼 已经到了时间了 1点半 这时候呢 才堵到了庄瑞雄 所以庄瑞雄昨天我们那时候有讲吗 庄瑞雄还是 一定会被问啊 好那就问他说 林一锦遭搜索是绿营斗争吗 庄瑞雄说 哎国民党活在自己的想象啦 哪以前马英九执政时代 被斗争的惨痛经验 就认为我民进党亦复如是 庄瑞雄说不会 民进党对司法案件是百分百尊重 由当事人适度对外说明 好堵了庄瑞雄之后 接着呢 哎又看到了 又堵到谁 王世坚 王世坚从正门的另处迅速走过 还是被堵到了 那大家就问到说 这件事情是不是台南帮内斗 陈庭妃出手 王世坚 陈庭妃好朋友嘛 他说陈庭妃是光明磊落的人 绝对不会搞这种小动作 那刚好也被堵到了陈庭妃 就说陈庭妃昨天连喊了五次 他说我没那么厉害啦 他一直在回应这件事情 可是昨天在中常会上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 这已经不是一有所指了 这已经非常有针对性了 他直接说 每个党员私生活 纪律要有所要求 大家要克制一点 简点一点 有些事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不要再让民进党受伤害 不只公领域要注意 私生活会影响个人家庭 也会影响党国家 大家要谨言盛行 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根据转述的 赖清德也特别叮嘱 所有的党员同志 不要陷在这个时间点 谈论2026 毕竟现在才2024 距离2026还很早 所以大家要谨言盛行 团结把国家发展 最为最重要的任务 那其实这个会 大家觉得蛮妙的 靖坛2026 会有很多的看法和解读 那包括今天我听到 谢龙介 龙介先生在节目上讲 他说赖清德是说 现在不要讲 但是呢要等到 他的这个民调 拼过50%以后再来说 那我先听听看亮哥 你怎么看昨天中常会 这个包括是气氛也好 或是赖清德昨天 应该也算是下令了吧 这个也算说这种 料狠话说这种话 不过这种事 中常会不会讨论 哪种事 就是一个立委有助理费的案子 因为这个案子不够大 你如果是市长大概会讨论 这个而且很多人还不知道真相如何 比如说今天台南市议会 甚至有国民党的议员在那边讲 如果是助理费那很多人都会有事 这样 其实他们最好先不要讲话 因为现在真相为民 而且 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 那刚好发生在克文哲案子还没有结束之前 所以这件事情的讨论也会比较少 所以我认为引爆的时间点也有考虑 因为觉得现在克文哲案子在烧 那个能够讨论的能量远超过林怡景 所以林怡景我认为这个顶多讨论两天就没有新闻了 而且封锁消息到这种程度 太特殊了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 现在都是网路在传 说他的助理可能涉及什么 被人家说过 亮哥今天有人特别弄一个粉砖 专门在报就是林怡景 他现在这个的料 就刚才讲那个就是很多粉砖他也有贴出来 所以有人故意在丢 但是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都是地方的传闻 地方传闻 我跟你讲每个人都一头落 那不然王定宇来检验一下 那新闻也一大堆 可是就是那个还不构成涉及违法 你如果涉及违法像 像柯文哲这个都已经在 就是违法一线之隔了 所以而且柯P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林怡景 所以我认为我认为李怡景这个要炒开真的不容易 那幸好现在是因为台北市议会在修会 不然那个行政调查报告 这个汉庭是台北最幸福的男人之一 他们现在都没事 他们要10月才开议 全台湾真是最舒服的议会 就是台北市议会 所以那天游淑慧也在跟我讲 他现在也不好再讲 因为人家在写报告 那写报告就爆炸了 那现在也在看台北市的检调 是要等台北市议会之后 再进一步来约谈金华成案 还是之前他就动手 那这个也是蛮关键的 就是就看 我认为柯P的案子 金华成案10月是一定爆开的 因为台北市议会要讨论 那也有很多议员是磨刀霍霍 尤其是绿营的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预期的新闻的焦点 还是在柯文哲 所以林怡景这个烧不起来 而且他的知名度坦白讲也没那么高 我们毕竟还是算 常常上政论节目的 你如果是一般的台北人 搞不好还不认识他 他也不是一个很出头的例子 他也不是说直询 常常出新闻的 不是 而且我还是因为这次的事件 我才去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我过去对他也不熟 对嘛 就是这样 所以他比较像是一个地方型的议员 事实上他议员当了五届还六届 所以在地方扎根非常深 所以六届好像六联邦 六届嘛 然后立委是当第二还是第三届 所以他的工职生涯是非常长 26年 所以我才说你若是真的有助理贪污的问题 那累积的金额一定也很吓人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赖金额的嫡系你会特别这样大讨论吗 不会 那就因为他是赖金额的嫡系 赖金额的嫡系有很多种 这种叫做地方服务型的 所以大概就 我觉得台南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他 而且都认识 至少他是我的学生 我那时候在念台大社会系的博士班 我去东吴兼课 刚好教到他 我教社会运动 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很优秀的小女生 就是积极在参与社会运动 所以加入新潮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就那个时代 所以反正就习父熬成婆才有立委 因为刚好增加一席 不然他本来大概就是没有立委的命 因为一直没有选区可以让他选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反正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媒体焦点还是在柯文哲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 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 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未经许会 InstitutRadio 145- во网络 Doctors Banker filmmakers 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